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大澄清说没有啦 只是按照惯例颁发奖品给退休人员 陈明通不是获奖 好啦 陈明通他有两个指导学生被认定抄袭撤销学位 他不是重伤了第一学府的校域吗 当天竟然叫做荣退的仪式 陈明通是不荣誉的退休啊 他凭什么现身在这个典礼上甚至还拿了奖品呢 这看在一辈子为台湾为台大奉献的退休学者的眼中 真的是情何以堪呢 这节委员怎么看 我想第一个就是台大历年来的习惯 就是说他那个不是奖品 就每一个教授离子的时候 大家都会送他一个纪念品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不用说 好像说有什么丰功伟业 其实大家就是有这个习惯 那当然这个论文抄袭案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平等来看 就是国民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事实上我们都要一并的去要求啦 就像刚刚那个那个静品提到说 赖清德很多的证件牛肉好像没有实现 那会有很多的证件牛肉 这两个有什么证件牛肉我们都给肯定嘛 那当然就我们用比较物实的数据来比较 就是说在马英九卸任的时候 那时候的诱照经费全部大概一百多亿嘛 在今年我们立法院包括政权 我们今年立法院的诱照经费是一千两百多亿嘛 很明显就是多了十倍 在马英九卸任前那一年的那个长照经费 编的是四十九点多亿 接近五十亿 那我们今年编的长照经费是六百五十亿 多了十三倍 这就是数据 所以我想我们关心有时候 当然这每个人都可以从你做的不好的地方去刺啦 就像刚刚政权提到说 不要让金主不开心 事实上当然民进党到底跟政治献金 跟这些人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基泰建设跟北市府的关系 那是不是又是金主跟门审的关系 那甚至说他也有军政治献金给王鸿威 那他就一定是门审嘛 我觉得我不要这样子去扩大解释啦 也就是说今天事业跟政治献金跟党派 事实上你就是合法合理去做事业嘛 王鸿威那时候攻击绿电的政治献金 现在攻击绿的钥匙要火 现在基泰的政治献金他们不讲啦 包括那个什么 什么姓绍案 王鸿威也说我不讲了 我就是双标 有时候我们就不管民进党 不管国民党 不管民众党 我们都用很客观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我认为说你看政见牛肉 我觉得看法我们用一样的标准 这个刚提到这个问题是什么 陈明通的问题 我们论文的案 我们用双标 我们用一样的论点来看法 我们不管要求民进党 不管要求国民党 不管要求民众党 像蔡壁如也辞掉立委了 所以这些是不是我们都用一致的标准来看 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林志坚 民进党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了 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